畸形丝的两名修士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又为什么带着兽龙 抓来这么多野兽 他们的目的 似乎已无需再揣测 将望看着另一只未被打开的兽龙 心中生出将之斩碎的冲动 玉恒风那一战 死了多少修士 有多少牺牲 他历历在目 原来凶兽的出现 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那么 那些奋斗 那些牺牲 那位死前刻自自夸的师兄 那位深圳树笔封顶 剥皮对付杀人严峰的城主 那个自觉道徒 连破无辅的女人 这一切 有什么意义 不要动 白莲轻轻搭住将望的肩膀 感觉到她身体难以抑制的微颤 柔声道 这回我是真的失了障眼法 山谷里 野兽到凶兽的演变终于完成 因为残暴本性 许多凶兽当场就厮杀起来 一时受吼不断 血肉横飞 这波野兽数量这么少 随着这个不满的声音 一个身穿畸形丝制袍的修士踏空而来 将望下意识地屏住呼吸 倒须踏空 至少是腾龙静修为 此人嘴里不满 倒也并未追究什么 他停在山谷空中 双手掐绝 有一块山壁就轰隆隆一开 露出一条宽阔峡谷来 从将望的角度 看不到峡谷背后连接的地方 这时畸形丝修士硬绝在辩 将望注意到 在他视线所及的山谷地面 都有隐约赤红阵闻一闪而逝 但阵闻 阵法相关 成道院只有一些基础知识传授 他认不出来这些阵闻代表什么 但那些新诞生的凶兽 就此停下了厮杀 仿佛受到某种操控般 一起奔进峡谷 这些凶兽会奔向哪里 哪处村子 哪一座小镇 又要糟蹋多少粮食 吞吃多少无辜百姓 一念至此 将望尽不住心生杀意 这是他第一次 对畸形丝的人 对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庄庭的修饰 产生杀意 要知道 对于道院学子而言 兵部 畸形丝 这些地方 都是他们将来的归宿之一 诚然修行有成之后 直入庄庭 败官受绝是最高追求 但修行中发现更适合自己道路的也不在少数 而还有许多人 自小以畸形丝为梦想 那是畸形形恶 维护庄国安定的重要超凡力量 而这座玉衡封上的畸形丝修饰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他可不能杀 白莲察觉到什么 立即说道 这里任何一个人死了 庄庭那边就会马上得到消息 之所以这里布置并不严密 是因为这些人性命本身 就是最好的示警手段 而负责这件事的强者 可是有咫尺天涯的神通 一旦惊动他 瞬间就会出现在这里 到时候 连我也逃不掉 将望忍不住苦涩一笑 他又哪里有本事 杀一个骑马有腾龙净修为的强者呢 不过 他倒是想明白了 白莲之前在洞外没有杀死那两名畸形丝修饰 又哪里是顾及他的想法 分明是不敢 此时 畸形丝的强者已经离开 那道峡谷正轰隆隆河隆 峡谷背后是什么地方 将望问 我可没办法带你过去 白莲摇摇头 那处不比这里 不有真正的大阵 连我也不敢深入 我顶多只能告诉你 我的猜测 什么猜测 你应该知道 开卖单的主材料 就是妖兽的盗卖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诸侯列国 人族何止亿万 对开卖单的需求何等之大 那么些妖兽 杀也杀绝了 繁衍得过来吗 我猜 之所以妖兽能够绵延不绝 跟这些凶兽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猜测有很大可能成立 尤其是那些凶兽就在眼前 由野兽转变而成 再经过某种未知手段 转变成天生盗卖的妖兽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 本来就有些特殊的凶兽能够使用法术 除了缺乏神志之外 已经与妖兽没有区别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玉恒丰就是庄庭的资源基地之一 也是庄国之所以能够发展的保障 更是如江望林和他们这种盗门弟子 修行所需的开卖单来源 只是 那些死在凶兽面前的普通百姓们 那些致死都站在百姓身前 面向凶兽而站的人们 那些被蒙在鼓里 包括他江望在内的那些人们 到底算什么 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瞒着大家 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各成欲修士 不断地填人命进去 江望声音尘雅 她的人生观受到巨大冲击 你得知道 所有圈养的妖兽 下一代都会失去天生盗卖 看样子白脸也不是很确定 他目露思索的道 我想 野性是妖兽必须的要素 杀戮是某种必经的过程 这其中有某种我不得而知的隐秘 但他决定了这种结果 所以这种事情一定不可以广为人知 反而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无意义地送死 他的眼神转为野鱼 或者 等你成了心安城里的大官 当面去问文庄高县 等你当了大官 去问庄国君主 这句话只是很平常的调侃 但却是尤其令江望恐惧的一句话 他不是没有展开过想象 想象知道这种事情后 他将来要怎么做 他坚信无论这些凶兽培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他都会站在那些无辜死去的百姓身前 废止这样的事情 但白莲的这个问题让他想到 新安城里的那些大人物们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各大城域一步步修行上去的 他们一定也经历过或者感受过 被凶兽肆虐过的痛苦 他们当中必然也有某些人 是从小怀揣着保镜安民的理想 有着救济苍生的抱负 然而 什么都没有 庄国立国三百余年 关于凶兽的一切信息 仍然是将绝大部分人蒙在鼓里 所有曾经使之改变世界的少年 最后都被世界改变了 而且不仅仅是庄国如此 庸国如此 天下都如此 这难道不可怕吗 这多么令人恐惧 怎么样 想要毁掉这里吗 白莲故意凑到他耳边 喝气如蓝的说道 一边是你将来要效忠的庄庭 世数都数不清的开卖单 一边是三山成玉那些可怜的老百姓们 无 好像也没有太大价值 江望已经打断他 我想 这一刻他没有让大脑思考 而是将决定交给本能 交给人性深处 最无可回避的善意与怜悯 白莲看了他一会儿 道 这就是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 感谢书有成男的哪那男爵 书有鲁蛋一米酒的打赏